為什麼要用這個角度介紹馬桶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好 我不是要搞笑喔 我要跟大家講 不是說你一定要用免治馬桶 而是說最好選這種單體成型 一體成型的馬桶 為什麼 以前我在做房子的時候啊 傳統式的那種馬桶啊 其實是這種凹凸凸凸的線條 結果它超容易發霉的 然後呢 你真的是狂刷刷到累死 你知道嗎 越刷越狠啊 尤其是凹凸的地方啊 最難刷了 你知道我有時候深到那裡面 你知道嗎 我的窩神尖啊 你知道家裡你怎麼會有多可憐嗎 那後來我就選了這樣的單體馬桶之後 超乾淨的 而且呢 超容易清的 你就用海綿啊 然後這樣子擦啊 刷啊 就OK了 還有 我就是選馬桶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呢 這個馬桶蓋 先踩之後我會觀察說 欸 它的出水孔到底多不多 你問我說 Why 為什麼你要選這個啊 為什麼你要care這件事呢 好 因為出水孔越多啊 就是那個一圈一圈的出水孔越多啊 它就越容易coffle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出水孔沒有很多 你知道那時候我選馬桶圖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跪下來哦 然後放一直看東看西看的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展示界的人 你就說這個女人 好 先講一下喔 這裡頭呢 不到一瓶 而且呢 一定要乾濕分離 希望打造的風格是呢 精品飯店的感覺 來吧來吧 請看 是不是很有feel啊 是不是很有高級飯店的感覺呢 來我家玩的朋友都講喔 我家的浴室喔 設計得很不錯 好啦 有開心啦 好 我的這個瓷磚呢 選的是深灰色系的 然後呢 這個淋浴拉門選的是黑色的鐵劍風 看起來呢 質感就提升不少了 好 先簡介一下喔 本來呢 這個淋浴拉門這個地方呢 是老式的浴缸 然後我以前在租房的時候啊 也是有浴缸的 但是呢 靠近浴缸的那一面牆 很常就是漏水啦 滲水啦 在我的觀念裡面 漏水跟滲水就是漏財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嗯 千萬不要 另外呢 浴室喔 如果你裡面是有浴缸的話 你泡澡的次數肯定不會很多 而是呢 刷洗的時候會累到你不要不要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 好吧 我呢 不要浴缸了 另外我很害怕的這個浴室的風格就是呢 馬桶上面是有層架的 然後會把牙膏啦 牙刷啦 衛生紙啊 通通放到那個層架上 你知道嗎 那種超噁心的 只要你上完廁所啊 沒有蓋馬桶蓋啊 你按這個沖水的鈕啊 這個細菌通通會噴上來耶 所以我就覺得說千萬喔 不要有這樣的設計 而且善用呢 洗手台的收納就很重要了 再來再來 我要講的是淋浴拉門了 好 為什麼這麼嗨呢 因為我就是要黑色鐵劍風啊 為什麼 因為我都在任何選磁磚的 然後還有那種設計師的那種網站上面 我看的浴室的風格就是要這個黑色拉門 黑色的鐵劍淋浴拉門啊 那時候我老公喔 比價比到天荒地老 因為呢 黑色拉門跟白色透眠那種差很多喔 價格貴很多喔 本來呢 你趕快過來 我的臉封頭也是要選黑色鐵劍喔 但是我老公跟我講 不要啦 你知道你這樣放上去啊 然後這邊拉來拉去啊 然後敲到啦 都很容易掉漆耶 你不要選黑色了啦 我說 OK Fine 不要啊 不要啊 算了 後來我就只能選不鏽鋼的啊 為什麼要用這個角度介紹馬桶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好 我不是要搞笑喔 我要跟大家講 不是說你一定要用免支馬桶 而是說最好選這種單體成型 液體成型的馬桶 為什麼以前我在租房子的時候啊 穿頭式的那種馬桶啊 其實是用那種凹凸凸凸的線條 結果呢 它超容易發霉的 然後呢 你真的是狂刷刷到累死你知道嗎 越刷越狠啊 尤其是那種凹凸凸的地方啊 最難刷了 你知道我 有時候生在那裡面 你知道嗎 我神尖啊 你知道家裡你怎麼會有多可憐嗎 那後來我就選了這樣的單體馬桶之後 超乾淨的 而且呢 超容易清的 你就用海綿啊 然後這樣子擦啊 刷啊 就OK了 還有 我就是選馬桶啊 還有一個 很重要一點就是呢 這個馬桶蓋 先踩之後我會觀察說 欸 它的出水孔到底多不多 你就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選這個啊 為什麼你要care這件事呢 好 因為出水孔越多啊 就是那個 一圈一圈的出水孔越多啊 它就越容易coffle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出水孔沒有很多 你知道那時候我選馬桶圖花上嗎 我就這樣跪下來啊 然後放一直看東看西看的 然後那時候那個展示界的人就說 這個女人 缺容嗎 你一定要很明確知道 你的浴室要收納哪些東西 比如說幾根牙刷啦 幾條牙膏啦 有幾瓶漱口水啦 而且重點是 要不要外露啦 如果你不要外露 要收納在某一個地方的話 那就是禁櫃啦 你看我家的禁櫃 就是收納這些東西 通通沒有外露的問題 看起來就很整潔乾淨啊 另外 浴櫃也是一樣喔 你要知道說 欸 你的清潔用品有哪些 如果你的收納空間只有這麼小 但是卻擠不進很多的收納用品的時候 那你就選錯了 所以 知道你要收納幾瓶 真的很重要 最後我要幫這一個浴室打分數 那麼就是五顆星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是超超超超超滿意的 就那個人家你看 就那個人家看不出了 如果你的都原本就沒放 pink 你不想給跑嗎 所以有些都嗎 你說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